到了到了到了 歡迎你們 大家好 你們現在歡迎來到阿中蜜蜂工廠 阿中蜜蜂工廠位於台南市西港郊區 由退縮教官李鴻舟及老闆娘獨自經營 每次我們為了專題來到這裡參訪時 老闆夫婦總是很熱情的招待我們 上面來講英文上面的詞語上面 Honey就是蜂蜜 所以我們就以Pani這個 來取這個甜蜜蜜伴手禮 所以它象徵了永久的愛情 所以我們當初就是 以這樣的動機來取它的名字 好 好 好 你們目前商品的銷售管道 目前商品的銷售管道 當然第一個就是電賣 就是因為我們設了一個門市 然後做電賣 那第二個就是粉絲團 這個亞空產之間15000 那你是怎麼去建立這個環境的 像各位現在看到這個烘場 並不是很優秀的烘場 這個烘場是門市烘場 那事實上門市烘場就是說 我們在短時間內沒有辦法 把這個棋地建立起來之前 我們就用這個骨架 要用這些器材 又是鐵器 我們透過實地觀察後 決定利用優質化課程中所學到的知識 製作 風箱監控以及導覽APP來提升 更愛分析品牌故事 老闆說他的理念是 養豐能夠拯救全世界的糧食 世界才不會鬧蜥荒 而他們與眾不同 更注重自然環境的保護 知化的分析 優勢有 封藏土地為自有 減少經營成本 劣勢有 位於郊區 人潮聚集不易 機會有自創品牌 以及政府推動在地產業 以及觀光工廠 威脅有氣候異常 蜂蜜品質送影箱 化學蜜以及假蜜充刺市場 我們為阿中密工廠 制定了以下健身企劃 企劃1 我蝦皮 你蝦皮 我們將蜂產品放置在蝦皮販賣上 但商品所有權利以及買賣動作 能由阿中密工廠處理 執行內容如下 這是我們目前以上嘉賓銷售的蝦皮商店 歡迎掃碼購買喔 商品成交往獲得5%的回饋 我們希望能推廣蜂場商品 以及替它們增加銷售管道 同時與交易單位產學合作 企劃2 導覽APP 我們利用Smart App開發 希望能用在團體參訪導覽活動中 App主要內容如下 從蜂場導覽 各項產品介紹 精彩小遊戲 以及季節限定活動 我們未來可以上架之Google Play商店 我們預期能夠分擔老闆介紹的工作 以及時間 企劃3 豐海安心柱 我們希望在有限人力下 營造出最適合蜜蜂生存的環境 也就是我們將物流的概念 帶入阿州蜂蜂工廠 我們希望控制在最適宜的溫度 以及濕度 數據異常時 我們會多過第三種方法處理 由於本企劃的實驗階段 對蜂場來說沒有開發成本 模擬蜜蜂的箱子 溫度如果太高 它裡面又很密集的時候 可能會造成蜜蜂的大量死亡 我們要去替蜂場 創造一個蜜蜂 它可以比較好的一個生存環境 這是我們實際把屋簷網的東西放進蜂箱的狀況 然後這裡是我們的馬達 激電器 威多布DUNO開發板 以及內外的溫濕度改設器 還有這個是送風網 目前溫濕度已經到70% 所以 當溫濕度偵測器偵測到之後 它會傳送到數據到 為什麼DUNO開發板 然後 DUNO開發板 透過激電器啟動送風馬達 將風送至風箱內 達到廚師 和降溫的效果 我們可以轉型成智能公共工廠 利用RFID 感測器機 攝影機 可以辨識出參訪者的移動與位置 並適時做出無人導覽的功能 這是我們參考文獻 感謝各位聆聽 祝大家吃得安心 玩得開心 這首蜜蜂工廠 讚